台东真柄部落真柄桥是一个连续弯路道 车辆行进速度快 有些车辆常因标志不明而造成意外 近年就发生一起自小课未减速 池中坠入桥下 造成一时多伤的严重车祸 部落别侧其三间国小别侧的出路口 是族人及家长主要接送小朋友上血放血的道路 在没有警告号之下检藏无限危机 我当导物的时候我在书中小朋友过去 我这也有举起来 可是他们的车子感觉起来是没有减速的情绪 因为上血跟放血都是家长接送小孩的时候 都是从这个路口进出 因为非常危险 因为大家的车速度非常过快 大概都在80到90以上 所以我请公务单位跟我们警察单位的人员来会同 说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赏黄灯 让他们的车速过慢 以维护我们所有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道路危机重重 现场会看的公路级公务段 县警察级单位人员 承诺葛装设赏黄灯等警告号制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那我们会建议这个大陆主管机关 公务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 这个地点设置一个闪光号制 然后提醒用路人 让他卷出慢行 然后以维护这个大陆交通安全的秩序 东海岸台11线风情好 游客车辆多 部落主要道路出入口 在没有良好的交通号制下 危机四伏 相关单位会看后表示会装设号制灯 不过何时会装没有说明确定的时间 接着法务了台东长兵采访报导